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我身后是一号楼 然后呢 这边啊 我们前面这些啊 这就是二号楼 之前呢 你看我讲过啊 因为这有几天了 二号楼这边呢 还没有浇混凝土 然后呢 二号楼呢 下边呢 那个电梯井那是弄的石子上面浇的混凝土 好 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啊 二号楼做的后胶带 因为一号楼呢 后胶带 我们这个清理里边这个渣混凝土渣 花了人工费一千多 这个六七个工人搞了一天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所以应该把工作做到前期 做到前边 你看这边啊 就是非常的这个标准啊 这两个这个网网片啊 两个网片是提前这个 这个给他绑扎好的 绑扎好之后呢 摆一层底巾 然后来焊一层啊 这个 这个金属网 然后呢 再摆上面那层钢筋 然后再去焊这个网子 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 哎 便捷了 看这啊 这个感觉有点像火车道的感觉啊 铁轨一样 这个金属网呢 是当地啊 本地五金店来买回来的 然后呢 看一下 还有这种硬质的和这个软的 无论硬的软的呢 它这个价钱呢 都是一百块钱一卷 一百块钱一卷 然后这个呢 是 后胶带 后胶带和咱们的地梁交接的位置 下面呢 这个标高啊 是下沉的 今天呢 是 是今年的 红河州的这个周庆 六十周年 有心的人啊 肯定会去网上去查一下这个六十周年 啊 一个来头 一个来的一个说法 而且大家肯定有人会去查六十周年是哪一天 我现在讲的这个视频是哪一天拍摄的肯定会有人会去查 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焊接点了哈 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你可以给他理解为是定位金 专门的定这个固定它的位置的 称为是定位金 定位金跟这个钢筋这边焊接起来 它就不会左右摆动 两边都是 然后呢 往前面走呢 这就是止水钢板 这只钢板是 口朝下给它扣起来 然后止水钢板的上边呢 到时候还会有再有一层这个钢筋 那边呢 是从那边开始绑扎 绑过来 走 往上翻 我们把镜头扭过来 你的这边 不是镜头 是手机 那这群 是搞木工的 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 木工在搞政变 搞政变 然后呢 公司呢 及时说是 去处理这个事情 说这个 他们出现这个政变的原因呢 就是说是 你说是一个老板 下面呢 有两个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呢 叫过来这两个木工的单主 啊 你才来 你叫 用线 用线来 你这个 你手要把它挤掉 你台湾不是白样子 好好好 其实那个才标准 嗯 哦 你又回归木工了 回归木工呢 那你说是 别抖我 不许就是 我不会放过 嗯 我看你天天都是钢筋的人 哪里啦 相信早啊 我昨天就管 我都知道是钢筋 我 跑的路就跑掉了 哦 哦 晚上 哎呀 你是不是有一大壶酒吗 晚上喝点酒 一晕火 哎 睡着了 挺美的 只能先吃客了 嗯 坐坐吧 洗澡以后 两点了 点不亮就 就起床了 两点才睡啊 两点才睡 坐吧出去 你不睡着一下啊 嗯 起床一下 然后那个花生过 下这个壶中弄点酒 你才睡得着啊 是 挺美的 哎 再坚持坚持 基础做出来就好 我说不懂了 而且刚才那个呗 没有 但是有能干 那我们就啊 就是 只要能干就算 价位谈好了没 没谈 第一个是要问他的这个人有多少人 固定的人有多少 第二个说这个价位要说好 50多 50多人啊 好 那最好了 希望他能说到做到 刚才就说的那个啥啊 那个木工那个是 两个一个老板叫来两个管理人员两个管理人员的然后就叫过来两个小班主 结果呢 有一个人假的啊叫小王小王的是其中一个小班主的人 然后 就直接那啥了他直接就找到这个什么 公司的这个 负责木工的人了 就把他这个什么他就直接 跳过 啊这个小班主的这个 带头的人一一跳过了这个管理人员 然后来和这个代班的这个人平起平坐了 所以说哪呀 就开始这个什么闹起矛盾了 差一点要要要请把这个给停下来 然后呢赶紧 哎呀公司说是内部就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 就不能再往上面走 把消息消息传到上面的一旦停了 但是相当严重 看下这边 也是速汗给他汗好了 速汗速汗什么叫速汗呢 就是把钢筋速的往速的汗起来 我们这边的叫做速汗 其实呢他的标准叫法叫做 电扎压力汗 关于电扎压力汗的这个 技术胶底 还有质量安全控制的这个视频讲解 啊以及这个配套的 电子版的这个图子啊 这个规范呢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来获取 说我手机号或者微信号 手机号微信号的都是13949027024 汗渣他就属于是一个这个消耗比 所以说的这个钢筋版主啊 你要的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汗渣 敲的东西很有一种成就感 之前是这个脱凹不平的看到说是这个很粗糙的东西 敲完之后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这个什么 跟那个小蘑菇一样就出来了 你看啊 地上有很多这个钢筋头 钢筋头 地上很多钢筋头 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下料下料的人啊 没有 他这个计算好 就说是从这个地面向上走多少 开始有这个焊接点 这个焊接点的这个起始位置 然后呢 他这个下料时候呢 就下多了 下多之后呢 就导致说是 钢筋工长 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人家这个验收之前 把这个问题及时处理掉 所以说呢 这些啊 就在这些 中部筋 还有这个 脚筋 这些地方呢 其实把这个这个 夺出来的钢筋 把这个夺出来的钢筋啊 多藏出来的 然后用电焊机给它焊断 焊断之后呢 然后再去焊接 这个 这个 竖筋 然后呢 这些钢筋头啊 这个清理场地的时候 要把它专门给它捡起来 在上个工地呢 我们 不是上个 一号楼 我们在焦混凝土之前 监理呢 这个是很用心啊 他知道我们是用用掉膜做的 他也知道我们这个掉膜是 要焊那个钢筋去织起来的 所以说他就把那个 他就拿着手电毯 在那个钢筋里面去照 最后照的发现里面有很多这个短钢筋头 结果就拍了照片 幸亏呢 我们及时去处理了 怎么处理的呢 拿了 一个长的一个细的钢筋 前面是绑了一个强磁 磁铁 然后呢 把那个短的钢筋头一个月给他吸出来 就那场了 才把那个事给他处理掉 好 我再重复一下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啊 139